在英国殖民统治 150多年间 香港居民 一直是港英政府打压的对象 没有任何人权民主可言 试问这一期间 七国集团为什么不关心一下 香港的人权和民主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 正是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4年的现实 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插手干预 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 坚定不移 在全球化时代 以意识形态划线 拉帮结派 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 才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 终究不得人心 也没有出路 美方应该端正心态 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同中方相向而行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你提到的个别人的言论 说到底 这都是所谓中国威胁论的陈词烂调 注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戴着有色眼镜 只会让人迷失正确的方向 死守冷战思维 只会害人害己 一段时间以来 个别国家热衷于渲染 煽动所谓的中国挑战 挑拨地区国家间 特别是他们同中国的关系 但他们的所作所为 逆和平发展合作的 时代潮流 违背地区国家和人民的 共同心愿 既不受欢迎 也不会得逞 国家间的交往合作 应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 相互理解与信任 而不应针对第三方 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有关国家 应该摒弃 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不搞封闭 排他的小圈子 多做有利于 地区国家团结合作 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免方已经向设施地区 增派警力和消防力量 加强现场治安处置 中方将继续敦促 免方采取切实措施 制止一切暴力行为 依法查处相关肇事者 确保在免中资企业 和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我想强调 中免经贸合作 始终基于互利供应原则 有利于缅甸经济社会发展 汇集缅甸当地民众 这些不法分子的行为 不符合缅甸和缅甸人民的利益 我们呼吁缅甸民众 合法表达诉求 不被煽动和利用 避免损害 中免友好合作 中方密切关注缅甸局势的发展 对中方机构和人员安全 受到影响非常关切 中方希望缅甸采取切实措施 保护在缅中国公民的安全 坚决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美方的做法 毫无事实依据 也毫无道理 美国政府 为了维护 美国科技垄断 和霸权地位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不择手段地打压 中国高科技企业 这是对美方 一贯标榜的 市场经济原则的 完全否定 也戳穿了 美方所谓公平竞争的虚伪面目 美国利用其先进的科技优势 通过安装后门等方式 对包括盟友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国 进行大规模 无差别的窃听窃密 美国是地地道道的窃听帝国 窃密帝国 黑客帝国 美国的做法 严重损害威胁他国的安全 对此 美国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吧 我们希望美方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力打压 为中国企业 经营投资 提供公平 开放 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